破一次力 就尝他一个心愿了 如果朝鲜武士那三个子女还没死 师父认为 佛祖也赞成他们报仇是不是 我弥陀佛 你是说佛祖也赞成他们报仇是不是 你错了 心通大师的意思是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回头示案 如晨 不要再错下去了 错 可能是 但是既然已经错了 就只好让他继续错下去 只要大家都错 就没人发现错的是我 错就是错 就算你杀了所有的人 你的错还是会被发现的 对 所以只要发现的人全都死了 错就不再是错 哦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杀了我 那就休怪平僧无礼 大师 你 只要如晨还是一天少林弟子 无论他做什么事 老大都不容外人宠置于他 师父的意思是想 亲自清理门户对吗 十八罗汉给我上 把相帅清出门司 是 大师 您这是何苦呢 苦门无息 老大今天要脱离苦海 十八罗汉 还不动手等待何时 小毒 bird 我 师父 我 你 你 我 你的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好香的茶果然是鸡瓶 煮得也很好 你已经知道 我是独孤一郎的后人 还敢喝 难道不怕乾坤胜水吗 可是这么香的茶 不是白白地糟蹋了吗 你以为你这么做 就可以为自己赎罪 当年的事 为师实在心中有愧 但愿这一切 都能在为师的身上 得以了结 凉了 不好喝 我给你倒杯热的 师父 你真的喝 为什么要喝 如果为师一死 能了却你们心中仇恨的话 那也许我这一死 也是值得了 你希望徒弟自己说 苦海无边 回头是爱 回头是爱 对吗 你终于惨悟了 我已经回头 你呢 我还可以回头吗 身后有云 忙回首 眼前无路 眼前无路向回头 心听不长 无名草 心地敞开 吃灰花 历尽万般 红尘节 由若凉风 轻拂面 手把轻描 重满天 低头边间 水中天 六根清静 方为道 退步原来 是向前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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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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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 死得太好了 爹 你的仇人死得一干二净了 我已经报了仇 小师父 承让了 为什么不出手 各位跟在下有仇吗 不 没有仇 生命在身 说我们得罪了 行通 他死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我说行通死了 也算在我头上吧 楚留香 我还有事要办 明天正午 如晨在此恭候 让他进吧 他不会不来的 我们凭什么信你 要是他明天不来 各位就拿我的命 替行通大师 偿命吧 哎 怎么样怎么样 有没有抓到那个如晨啊 嗯 那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交手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跟我打雅弥啊 他说 今天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 愿我明日在寨 明天会给我一个交代 不会吧 你就这么让他走了 我知道他不会走的 你知道 你又不是他肚里的蛔虫 他要走 早就有机会走了 那你有没有听说过 须则实质这句话 嗯 但是他绝不会 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如晨 已经完全继承他父亲 独孤一郎的精神 他不会退缩 而且他有无路可退 因为这么做 会让他师父死后的 一鸣蒙羞 这是他临死也不愿意见到的 一个懂得尊重自己的人 无论他做错了什么事 也应该值得去尊重吧 所以你说的这些 就是今天的结论了 是啊 因为 我已经想不出其他更好的结论了 哎 女孩子在半夜三更 这么随便就闯入男人的房间 不太好吧 人家睡不着啊 人家睡不着啊 随便找个人聊聊天都不行啊 哎 你也睡不着 想聊什么你说吧 你在担心 我明天跟如晨的约战吗 一点点啊 那 我不敢说 你很想不着 你很想不着